買到了漲停板1090點 買到漲停板就是剛剛說的 因為它的部位維持率出了狀況 我今天為了來算維持率 我今天特別在一個乾淨的戶頭 入金2萬塊 然後我去做了一個選擇權的組合交易 我去賣了8000點的賣權 只要這個股票沒有跌破8000點的話 我就可以拿到全益金 然後我還去賣了一個13200點的賣權 各位知道嗎 我做這兩個合約 我一共需要多少保證金 這個我今天一做之後嚇了一跳 我的保證金只要花2531塊 所以它就是一個放大槓桿的操作 它槓桿非常大 因為我是用一個SPAN的交易 放大槓桿 2531塊只要在3月份 3月21號這段時間 選擇權沒有出市 這個加權指數落在8000點到13200點的中間的話 我可以賺到多少錢啊 我可以賺到775塊 你Range這麼大 有5000點的一個Range 有5000點的Range 這7750你應該賺得到啊 對我也可以賺到30幾% 可是呢只要一出市 兩邊呢被買到漲停板 各位可以看這邊喔 這邊這個有買到漲停板的價格 一買到漲停板的價格 我一口呢就會賠掉5萬塊 一口賠5萬 一口賠5萬 我兩邊都做呢 我會賠掉10萬塊 嗯 我花了2500塊的保證金 可是我去曝顯在10萬塊的部位 是 那這麼大的部位其實很多這個 很多老師都沒有教過這個 他們沒跟你講說 選擇權當買房它有多麼的恐怖啊 那我覺得這個台子期的投資人喔 要做選擇權 其實都應該要考試的 要讓投資人知道說 他的風險是非常非常的大 嗯 那我們從Google上面搜尋啊 搜尋這個選擇權賣方文章 我昨天去搜尋一下 更恐怖 1萬多的結果 嗯 很多投資人都問我說 這是他整市場的誤導 對很多的投資人都問 這選擇權很好賺啊 你看我們這樣子賣 這個5000點的空間 我要賺到這筆錢很容易吧 敵很多他槓桿很大 但是這種呢 不出事還好 你的勝率99%都沒有 你只要有一天 大碟那一天 你在場子裡面就完了 好謝謝小哥 謝謝